此季无处不在都是爱心也因为付出改变环境 再看这个例子是在中国大陆江苏的昆山 当地此地志工推广环保观念 这次是来到一处名为上海公馆的社区 在这里推动资源分类至今才刚满一年 但是社区民众现在已经有非常强的环保意识 熟悉的门铃声 熟悉的口音 这里是昆山的上海公馆社区 就在那个一楼是吧 对 如果家里有分可回收的资源 如果能卖也一样卖掉也起到回收的目的了 不能卖的部分也是可以回收给我们职绩 那我们卖掉以后也是拿去包装 住在社区里头的慈祭聚工 一年多来就是这样推动环保资源分类 来 这是你自己家里带来的 整理了这么多 感恩 感恩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分类 谢谢 谢谢 你看你多有 谢谢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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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一个年头的环保路 上海公馆社区的居民都没想到 环保还能增进街坊邻里见的感情 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家具 就是很多的邻居 我们一起来到 我坐在八楼 六号的八零一就是我家 大家以后有机会就来 去年的五月十七号 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环保日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每个星期六 比如说风雨无阻 就是冬天 就是过节 然后还是会继续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来参加的人比较少 做了一年多以后 我们现在的那个垃圾是 大家回溯回来的 再利用的物品 是越来越多了 此季聚工举办社区环保 周年庆活动 大家回顾过去 也更珍惜未来守护大地 相聚的时光 在新闻这下面聚工 江苏报道 谢谢大家